生意101第一次和大家見面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 我叫Diane 很多人都會聽過之前生意的節目 或是舊少一點 或是在意得道駕駛時客串 星期意得道 今次這個節目主要想說什麼呢? 其實想說短短幾分鐘 說一些生意的 不說甚至很怕這個事 別人覺得你很成功 我又不是這樣說 錯了那麼多 自從錯了那麼多 自然有很多傷氣 會有更多不同的主意 見解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跟有些其他主持也是 都是想說我們失敗的個案 或者從失敗裡面學到什麼呢? 所以這個節目就叫做101 另外一個就是為什麼有這個節目呢? 其實本來在生意101之前 我都會想著這個節目叫做 為什麼生意比較好 因為我覺得做人是要想為什麼 不可以貿貿而什麼都不想 走過去 相信一些東西 一定要想為什麼 因為其實生意也好 打工頭是充滿了思考 如果你思考 不靈活的話 你會 經常處於一個很不利之地 經常很被動 還有 其實在不同的網聚和網台 我都有一些 聽眾 留言給我 因為之前我在意得道也好 或者在城寨也好 當時都說過 會把一些 生意的 的心得 寫了一百多個出來 逐個說出來 結果 做不完 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 都很失望 其實作為這個主持 我自己現在 越開越多不同的公司 去做不同範疇 的事 所以 都真的沒什麼時間 我盡量 所以為什麼會在這個形式 在這裏出現 至於這個 這個節目會在哪裏播放呢 首先我放上youtube 然後就會subscribe 在不同的地方 例如以得道或者城寨 我也不知道 我純粹錄了出來 可以說 還回人情債給觀眾 希望大家有得益 或者在youtube交流 盡量令到 大家 有任何得益 本來我最初想這個節目 是三分鐘的 但我覺得 不要限制了 不如說多少 有些很短 可能很長 順其自然 另外就是 如果來的網聚也聽我講過 其實我希望 這個節目 其實是想令到一些 被人看不起的黃絲 尤其是 因為藍絲很多 是早年上了位 或者是記得利益者 其實我也是 那個年紀的人 但我是不是藍絲 但我站在黃那邊 我希望 不要讓這班 記得利益者 而且當時成功很容易 我看到很多年代 不應該發達的人發達 但現在這個年代 應該發達的人 不發達 我想嘗試用我的方法 為這班黃絲的年輕人 盡力 令到他們多一些不同的意見 除了消極抗爭之外 都可以積極地強壯自己 你強壯顧本就賠償 可以更加有力量 比如說有時候建制找你做事 你們可以說NO 如果你本身有能力的話 其實我自己本身正正就是 建制找我做事 我還有一選擇 我是不會做的 我希望能夠令到 整個社會是相對公平 絕對公平就沒有了 就好像說很多IT項目 香港已經給了IPOA 民建聯支隊 這樣做 是不到我們做的 所以為什麼那麼多 科技界 或者其他建築業 你見到 中標全部都是中國公司 或者中資 或者民建聯相關的公司 這些機會不是我們 所以我覺得不如我們要靠自己的力量 不論在香港做事 甚至衝出 香港 奔向世界 能夠令到自己的生意 更加可以 更加實在和充實 這就是 怎知生意101 怎知生意101 我們的核心價值 希望大家 聽完 我會逐段錄 逐個point 去做一些不同的分析 希望大家 從中裏 得到的 如果說你懂的話 如果有什麼補充的話 在Youtube 或者在我 訂閱的網站 大家做一些交流 希望 又是那句 大家可以更新 做得更好 好嗎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